远方炮击声没停过 树林里满是大大小小弹坑 还有飞弹碎片 位在乌克兰前线斯拉夫杨斯克市 俄乌双方的丛林战还在持续 本来是军队驻守的地方 现在被飞弹炸出一个大洞 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为乌克兰人生活带来极大不确定感 现在也爆发一波结婚潮 在南部战场服役的新郎 长途爬涉到基辅就为了跟爱人结婚 还有新人在前线打仗 只能透过视讯跟另一半完成终身大事 尽管战争造就一段段浪漫故事 全球粮食危机也再度被搬上台面 俄军队奥德萨展开攻击 让外界猜测是否有意撕毁先前跟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协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出访非洲四国寻求支持 除了向埃及表示粮食的订单一定会被满足 对于西方国家指控俄罗斯是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援修 拉夫罗夫也大力回击根本是扭曲事实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